在这个股市中,我们常会听到这个所谓的内盘价与外盘价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我们来看一下 那所谓的内盘价,其实指的就是说市场上的买方所出的价格 那这个外盘价呢,指的就是说这个市场上的卖方所出的价格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档股票,买方出价可能他在这个72块1他才愿意买 但是卖方却要72块3才愿意卖 那中间当这个有价差的时候就不会成交 但如果这档股票看好的话,就是看涨的话 那买方如果急于追价的话,就会忍不住的 就会在这个72块3想要买进 那这个72块3是这个市场上的卖方所想要卖出的价格 那如果在这个72块3成交的话 就表示买方急于追价 所以是外盘价成交 那如果今天这个市场气氛不是很好 卖的人比较多 想卖的人比较多 那成交价可能就会在这个72块1 就是在这个买方所出的价格里面成交 那这又称为这个所谓的内盘价成交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是这个成交价格是以外盘价所成交的话 那表示这档股票的这个上涨的气氛比较浓厚 那如果是以这个内盘价成交的话 就表示市场上卖出这档股票的意愿比较高 谢谢大家